粉丝想看小鱼儿寒假日常 那么就拍一期 每天睡到大中午 不愧是睡神小鱼儿 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看天气 结果十天离八天都在下雨 香喷喷的饺子出炉啦 早饭跟中饭合为一顿了 梳个头 本命年来个红色 去看看彩彩子起床了没有啊 没想到吧 彩彩子比小鱼儿还要懒 日常鲁狗 玩好了狗 开始玩游戏 当然也不能忘了学习 听网课 记笔记 预习完一课就要做一下练习 妈妈让她把要备的课文先预习起来 学习完呢就看看课外书 晚饭时间到 吃完晚饭继续上个网课 最后打开电视机 对着电视机傻笑 很晚了 肚子又饿了 爸爸准备夜宵 乐气腾腾的八宝饭 再来一点水果 吃完刷个牙准备睡觉了 这就是小鱼儿的寒假生活 每天晚睡晚起 大家不要向她学习哦